27号下午在台东市临海路发生一起死亡车祸案件 两名位成年骑乘机车想要变换车道 到对街的加油站加油 但没想到突然转弯 没留意后方行驶中的游览车就直接转弯下去 后方的游览车司机插撞之后紧急转弯到路边 赶紧下车关心倒在地上的两名青少年 而当中他们两位不仅没有驾照 也没有戴安全帽 连车带人拖行了数公尺之后 吓坏路人 我看到的时候他是撞上去那一下 然后游览车已经到那个我们地方那边了 人就撞到之后人就整个两个都倒着 对面的车道 从对面要过来 从对面要过来 然后可能没有打发现还是怎样 让游览车没有办法看到 然后所以就撞上去 监视器里头清楚看见原本机车是在外车道 但疑似因为要左转到另一个车道加油站加油 一个转弯后方一台游览车闪躲不及直直撞上 好在机车卡在游览车头 才没让年轻人直接卷入轮下 在紧急送往马街医院之后 父姓少年因为伤势严重晚间9点多宣告不治 而另外一位潘姓少年目前则还在家户病房观察当中 东台新闻综合报道